东华富小推动文化走读体验课程 学生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深度走访美伦地区的景点 也认识人文历史 并且制作成观光导览折业 那么成果是令人赞叹 而市长威嘉贤18号下午 也特别到学校来参观学生的成果 也听取小学生们对市政建设的意见 东华富小落实文化走读教育 让学生从一年级就开始接触 学校周边的历史人文 还有社区景观环境 到了六年级 同学们把他们的参访心得汇整 并且发挥创意 制作成观光导览折业 成果令人惊艳 文化走读是富小的一个校本的课程 也就是说它在生年课纲里面 我们把它编入到学校里面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一定要上的 层次上面就从一年级 怎么去认识美伦地区 从学校里面的环境开始认识其 到二年级到六年级慢慢扩大到整个美伦地区 所以它是整个富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 是延续发展下去的 那么从孩子的角度里面去看 我们会发现美伦地区有很多的景点 有很多的历史可以去了解 可是对我们花莲人来讲 我们反而觉得 好像他就是在我们身边没什么特别 我们反而没有从孩子的角度里面去看 去注意到这件事情 再从观光课的角度里面去看 那么孩子要怎么去呈现 让观光课认识美伦 这就是孩子今天所呈现出来的结果 也是我们在富小的文化走读的课程里面 延伸到最后六年级的一个成果发表 非常的精致 也看到孩子的能耐 市长吴嘉贤 18号下午特别到学校参观孩子们的创作成果 看到每一位同学都有不同的观察点 以及创意排版编辑 市长直说孩子们真的是太棒了 那今天非常吃惊 看到每一个孩子能够把自己的哲业 自己心中的美伦 把它画出来介绍出来 那就代表说这孩子对于这里的一个了解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孩子 未来可以对我们花莲这一块的人文历史 能有更多的介绍给观光客 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学校对于孩子们的栽培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独立思考 独立创作 独立介绍的能力 小朋友们除了把社区走读的心得 集成果编辑成哲业 还亲自对市长提出了市政建言 市长也表示会把孩子们的意见 作为未来市政建设修正参考 期盼部分是大人或小孩 都能够一起来关心花莲市 营造幸福快乐的阳光城市 欢迎来花莲美轮一日久 很好玩哦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